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如此 战胜运车 敬请收看 五一长假即将到来 想必你与家人的长途旅行马上就要启程 但有一件事一定使你对这次旅行既兴奋又惶恐 那就是运车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 但是运车 运机 运船这些问题 不仅让我们身体觉得痛苦 还会破坏我们出行的心情 那么 运车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人体奥秘 我们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战胜运车呢 本期节目 原来如此的验证者 打算通过亲身体验 对一系列战胜运车的民间方法进行探究 最终 为你揭开人体运车现象背后的科学奥秘 潜艇器官 视觉听觉 脑人的运车究竟远起何处 舞蹈演员 高驾龄司机 到底谁能抵抗运车不是 听音乐 闭幕 涂抹风油精 哪种抗运妙招真实有效 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科学原理 原来如此 战胜运车 敬请收看 今天什么情况 一直在堵车 老是走走停停的 那车晃回我有点头晕了 还有恶心 不行 师傅 咱们那个要不前面稍微停一下吧 我下去通通气 有点不太舒服 太难受了 最近一坐车就恶心 头还晕 老这样可不行啊 到底为什么会晕车呢 我今天非要找出来晕车的原因不可 然后战胜它 在现代生活中 汽车作为人们出行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承载着人们最基本的通勤需求 据统计 2016年全国最拥堵十个城市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 都达到了1.8以上 而行驶速度也都只有20公里每小时左右 在这样拥堵的城市道路中 无论是乘坐公交汽车 还是私家车出行 汽车走走停停 堵车的概率也大大提高了 那么 造成王静运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运车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休息了一下 这感觉好多了 我发现要战胜运车 首先就要了解到底什么是运车 找了一些资料 这边说 发现这个运车运机运船扩扰着不少人 但很多人不知道 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名字叫运动症 到底什么是运动症呢 运动病是指乘坐交通工具时 人体内而潜停平衡感受器 受到过度的运动刺激 潜停器官产生过量生物电 影响神经中枢 而出现的出冷汗 恶心 呕吐 头晕等症状学 那么 一提到运车 人们就常常提到的潜停器官究竟是什么呢 说到运车啊 我们感觉天旋地转 其实呢 是我们身体中一个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 谈到平衡呢 就不得不提到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的一个平衡感受器 这个感受器呢 不在我们的脑子里 而在我们的耳朵里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是我们的耳朵 从耳朵里面往里走 有一个像蜗牛一样的结构 这个结构啊 叫潜停 这个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平衡感受器 这个东西大概 可能只有花生那么大 但是呢 却是我们人体中最精密的器官 通过它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身体的运动 从而控制平衡 那既然这个器官这么复杂 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在这儿啊 我把它所有的复杂的因素去掉 找到了它核心的原理 然后把它做成了现在这个模型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把它剃成一个光头 这样的话咱们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是我们的耳朵 在我们看这个潜停里面呢 有很多非常细的小管道 小管道里面填充着液体 而管道壁上呢 又长满了这样的像水草一样的小毛毛 当我们这个人在运动的时候 这个管道里面的液体也会跟着运动 从而呢 会带动这个水草 也就这个小毛毛跟着一块运动 当小毛毛运动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电信号 电信号呢 顺着它下面的神经系统 来到我们的大脑 当我们发生运车的时候呢 其实是潜停跟大脑之间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 当我们的车子持续往前运动的时候 潜停里面的水草 由于惯性作用 会随着车子的运动一直摇曳着 但如果这个时候车子突然停下来了 那么水草的运动状态 不会突然间停止 那这个时候人已经停下来了 而水草依然传递给大脑是运动的信息 那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发生一定的紊乱 当车子在路上走走停停 这样不断的行驶的时候 那么这个紊乱的信息 就会积累的越来越多 从而人在车里面就会产生悬晕的感觉 就会发生晕车 听了宁元的解答 我现在知道了 这个潜停器官是天生的人体零件 想要后天的对它作为改变 是有点困难的 我就想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 可以帮我们战胜这个运车 刚才找了一些资料 这里显示 有两种人是绝对不会运车的 一种是从事汽车运动的赛车手 还有一种就是会旋转不停的舞蹈演员 我对这事有点怀疑 我现在打算去找两位志愿者来帮我完成这个测试 看一下到底他们能不能战术运车 如果真的不运车 我要好好的请教一下他们了 生活中从事汽车运动的赛车手 可以驾驶汽车进行各种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挑移动作 而专业的F1方程式赛车手 更是可以承受四倍身体重力的加速度运动 经常驾驶汽车 想必他们肯定不会运车 于是 王静首先选择了一位 有着十几年驾龄和赛车运动驾驶经验的老司机 准备进行运车测试 画面中的小彩奇 大家都知道 他可以连续不停原地旋转数小时 而且据小彩奇自己介绍 在他转圈的时候 不会感到眩晕 那么看来 受过专业训练的舞蹈演员 他们在乘车的时候 是否也不会运车呢 而得到答案 王静找到了一个 像小彩奇一样 从小学习民族舞蹈 从事多年民族舞工作的舞蹈演员 那么 高驾龄的职业车手 和能够不停转圈的舞蹈演员 他们会像王静想象的那样 不会运车吗 为了保证公平演技 王静打算利用一个特殊的装置 进行本次运车的实验 运车的感觉啊 其实跟转圈圈带来的运渗感 它们的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都源自于人体 一个感受平衡的器官 叫做潜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这个机器呢 叫做三维滚环 它呢 就是电视当中 宇航员拿它来进行 这个对潜艇的一个训练 我今天特地请来了两位 职业的一位是舞蹈演员 还有一位是职业的车手 这两位特殊人群 他们俩到底运不运车呢 我将用这个三维滚环 对他们进行测试 不过在测试他俩之前 我首先上去体验一把 这个三维滚环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走 我们知道 运车会使人体的血压升高 心率加速 并且产生恶心呕吐的症状 所以首先 在王静走上实验仪器之前 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王静平静的状态下 进行血压和心率的测量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 王静开始了模拟运车的实验 王静平静 王静平静 不行 不行 没工作人员 不行 我下来 恶心了 恶心了 头晕 此时 王静向工作人员 示意实验中止 工作人员立刻停止了实验仪器 将王静放了下来 实验用时 一分十五秒 经过了运车模拟实验的王静 身体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 再次对验证着王静的血压和心率 进行测量 从测量数据上看 王静的血压和心率 都已经比平静状态下测量的数值升高了 那么 如果换作是我们所请到的职业车手和舞蹈演员 在同样的运车测试下 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同上次一样 首先 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职业车手和舞蹈演员走上实验仪器之前 分别测量了他们平静状态下的血压和心率 我们的测试已经开始了 这个已经开始转起来了 他们俩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呢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哇 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 这看着他们两个还是很淡定啊 一点事情都没有啊 比我强 比我强 还能坚持多久呢 咱们看看 又过了三十秒 这时候 职业车手向工作人员示意 实验终止 工作人员停止了实验仪器 将它放了下来 时间显示 它的实验体验时长为两分三十八秒 此时 我们的职业车手 表情痛苦 出现了运车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 车手此时的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都有非常明显的身高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先拜下阵来的竟然是这个职业的赛车手 是个男生 这个女孩竟然一点事没有 仍然在实验仪器上的舞蹈演员 则向我们示意 他还可以继续进行测试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配同下 我们将继续对舞蹈演员进行实验 最终所得到的实验用时 我们也会采取累积的方式进行计算 看来 舞蹈演员平时训练时 经常转圈 比职业车手更加的适应 时间仅仅过去了不到一分钟 这时突然情况发生了 我们的舞蹈演员事宜工作人员 马上停止仪器转动 此时我们的舞蹈演员面色苍白 和他走上仪器之前对比非常强烈 舞蹈演员累计的实验用时 为三分二十四秒 看来 王静最后的希望也豁灭了 舞蹈演员也败下阵来 出现了运车的反应 我们赶快对他进行血压和心率的测量 这时候 他的血压和心率变化也非常明显 数值升高了 这正是他恶心难受的原因 经过实验测试 王静的运车反应最快 时间是一分十五秒 而我们的职业车手运车反应的 时间是两分三十八秒 舞蹈演员的运车反应时间是三分二十四秒 那么在我们看来 潜艇功能相对于普通人来说 更发达的职业车手和专业的舞蹈演员 为什么也会产生运车的反应呢 看着就晕 舞蹈演员和专业车手在经过训练以后 这个潜艇的功能会比普通人要强很多 强在哪呢 我们接着回来看这些小水草 如果我们普通人 这是我们普通人的潜艇的话 它这个水草的摇摆的幅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 相比之下舞蹈演员和赛车手呢 他们的幅度经过训练以后 他们的幅度可能会更大 也就是说 他们能够承受更大强度的 这样的旋转和水平的移动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发现问题了 无论是演员还是赛车手 他们平常所受的训练 都是在原地这样水平的转动 但是一旦到了我们的三维滚环上 他们所有平常的水平方向的训练 全部被打破 变成了一个无规则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 那么无论是赛车手 还是舞蹈演员 在这样的运动强度下 都会很快的发生眩晕的情况 通过之前的测试啊 我真发现 这个运车还挺难克服的呢 我只能在网上 找到了一些 他说战胜运车小妙招 比如这条 他说坐车的时候呢 要坐在副驾 双目注视前方 尽量不要低头玩东西 还有说啊 在车里可以听听音乐啊 也可以这个起到预防运车的效果 还有呢 就是把这个风油精 涂抹在人体这个太阳穴的位置 保持车内空气的流通 但是这些小妙招真的有用吗 我们现在马上一一去验证一下 前庭器官 视觉听觉 脑人的运车究竟远起何处 舞蹈演员 高驾龄司机 到底谁能抵抗运车不是 听音乐 闭幕 涂抹风油精 哪种抗运妙招真实有效 背后 用蕴藏着怎样的科学原理 原来如此 战胜运车 敬请收看 为了看一下呀 网上流传的那些防止运车的小妙招 是不是真的管用呢 我今天找来一位志愿者 跟我一起完成下面的验证 走 首先我们要测试的是 坐车时 眼睛注视车辆前方 是否可以防止运车 测试之前 我们的工作人员 依然对王静和志愿者 两个人平静状态下的血压和心率 进行了测量 接下来 我们让两个人坐在同一辆车上 我们的志愿者 坐在车辆的副驾驶位置 王静坐在车辆的右后座上 我们让王静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 低头看手机 而志愿者则全程同司机一样 注视着前方情况 让我们来看看实验结果如何 不行 有点恶心 让我歇会吧 按旁边停一下 难受了 汽车只行驶了十分钟 这时候 王静示意司机靠边平车 他表示自己运车了 此时 工作人员为王静和志愿者 再次测量了血压和心率 我们可以看到 王静的血压和心率都升高了 而我们的志愿者呢 测试的结果 基本上与平静状态下的血压和心率读数 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这也说明了 为什么志愿者 没有一点运车的表现 实验证明 坐车时 注视车辆前方 确实可以预防运车 在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整之后 王静恢复了正常 接下来 我们测试乘车时 听音乐 是否可以防止运车 测试之前 我们的工作人员 依然对王静和志愿者 两个人平静状态下的血压和心率 进行了测量 我们的志愿者 坐在车辆的左后座上 王静坐在车辆的右后座上 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 让志愿者低头看手机 同时 王静戴上耳机听着音乐 让我们来看看 实验结果如何 志愿者的表情 看上去有些难受 再来看一看王静 没有出现运车的表现 工作人员为志愿者和王静 再次测量了血压和心率 志愿者的血压明显的上升了 心率也有所加快 而此时候王静呢 血压和心率 与实验前测量的数据 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也就是王静 没有运车的原因 实验证明 坐车时听音乐 也可以预防运车 在志愿者和王静 恢复状态以后 他们还进行了 保持车内通风和风油精 涂抹太阳穴 人中的运车实验 测试结果表明 这些小妙招 也全都可以起到 预防缓解运车的作用 找到的这些小妙招 全都奏效 它们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们战胜运车 但是 测试中我们也发现 由于每个人的个体差异 运车反应的耐受性 以及生活习惯 也都有所不同 战胜运车的种种方法 成待与否因人而异 咱们看刚才这个实验 这个车里面现在坐了三个人 一个是司机 一个是副驾志愿者 还有一个后面玩手机的王静 从最后实验结果来看 司机和副驾都不晕 但是王静晕车了 这是为什么 其实咱们来看司机 司机他首先他是一个驾驶员 他所有的行为 都是由大脑所支配的 大脑支配 让他去前面执行 左拐 他就会前面执行左拐 大脑里面接收到的 所有的信息 跟他的行为 反馈上来的信息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司机 脑子里很简单 所以他不会晕车 这是司机为什么不晕 然后再说副驾 副驾虽然不开车 但是他一直 非常专注地 注视着前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前方所反馈回来的画面 视觉上传递回来的画面的信息 也跟大脑里感受到的 这个移动方向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副驾也是不会晕车的 而再看王静 王静他在玩手机 他的身体坐在车里面 所感受到的位移 他是一直往前在运动的 不断地运动的一个状态 但是王静眼睛所看到的 就是一个手机的屏幕 他眼睛里看到的画面是静止的 反馈回来的信息也是静止的 所以大脑就会在这个时候 被眼睛所看到的画面干扰 那这个时候呢 王静大脑里面就会不断地 积累一个错误的信息 矛盾的信息 这个时候时间长了 王静自然就晕车了 想要战胜晕车 其实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在坐车的时候 坐车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少看书 少玩手机 减少这些固定画面 对运动中的大脑的 这样的一个视觉因素的干扰 再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在行进过程中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 干脆切断视觉信号 对大脑的影响 让大脑持续地处在一个 非常放松的状态 这是视觉这一块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车里面 可能有时候会有些异味 这些异味对大脑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在我们前面的实验中啊 文风油精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那说了这么多 其实想要对抗晕车 想要战胜晕车 只要记住四个字就行 减少干扰 只要我们减少对大脑的干扰 让大脑处在一个相对来说 一直比较放松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晕车 运车不只是跟人体前停器官有关 还跟视觉控制系统 与听力感知系统有关 它是一个人体适应性等 一系列综合系统的反应 而通过验证战胜运车的各种方法 我们也发现 在平时坐车的时候 向窗外远眺 听一听音乐 在你的太阳穴和人中上 涂抹一点风油精 都有助于我们 预防或者缓解运车 这些方法 你掌握了吗